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志玲 严成旭 黄冠忠 赵文卓以及张琪等众多实力派男星曝光度大增 重新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布瑞吉 李朱贤等小透明也瞬间被观众熟知 翻红指日可待 众所周知 浪姐播出两季 有超多姐姐凭借节目成功翻红 芒果台的镀金能力可见一斑 而哥哥们的业务能力比姐姐们更是有过知而无不及 相信结果不会太差 常言道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有的哥哥或凭借出色的实力征服观众 要么凭借出众的人品赢得人心 两种都能脱颖而出 而有的哥哥却因为低情商翻车 比如为布瑞吉出头的JAI 与林志炫起争执的理想 而最新一期节目又轮到了傲犬和麦亨利 看过最新一期节目 相信大部分观众 麦亨利和傲犬的厌恶值已经拉满 其中不全是因为他们没有主动站出来自请淘汰 只因为他们面对队友淘汰时过于冷漠 按照节目规则 披荆斩棘二公采用自主淘汰方式 排名垫底的陈辉欧阳靖联盟 将组内商议三人暂别舞台 严承旭 张云龙以及黄冠中 因为人气值在组内排名前三 所以有豁免权 他们三人不参与到淘汰的选项中 也就是说剩下的人中选三人淘汰 陈辉和欧阳靖作为两个部落的队长 虽然心中有不舍 但依旧主动提出牺牲自己保全队友 这份牺牲精神非常感人 平心而论 就实力看 陈辉应该能于黄冠中平起平坐 两人就是联盟内的实力TOP 就人气排名看 欧阳靖排名个人喜爱度排在时期 怎么看都轮不到他们离开 由此可见 欧阳靖 陈辉主动出局 无非是想保全队友 非常仗义 反观实力 人气 双双垫底的敖犬和麦亨利 两人在商讨淘汰名单时 全程保持沉默 仿佛此事与他们无关 麦亨利更是被观众发现偷笑 让人大跌眼镜 通过镜头可以看到 除了陈辉 欧阳靖 斩钉截铁主动被淘汰 刘端端和黄征也在争抢 最后一个淘汰名额 四人的表现都值得点赞 在他们四人讨论的热火朝天时 敖犬一脸茫然地看着其他人 直到名单出炉 他才极力表现难过地说了一句 这不好玩 超级让人无语 麦亨利比敖犬要聪明一点 会当着陈辉 欧阳靖痛苦 也会检讨是自己拖累了团队 表面上看 麦亨利比敖犬要善良 实际上不过是鳄鱼的眼泪 在陈辉 欧阳靖以及刘端端告别环节 麦亨利几次偷笑都被镜头捕捉到了 最夸张的是 本身他没有哭 意识到镜头在拍自己后 立马露出难过的表情 两副面孔让不少观众非常愤怒 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陈辉 欧阳靖淘汰当天 包括严承旭 张云龙 张奇 以及陈小春等哥哥都非常难过 而作为队友的麦亨利 却在背地里偷笑 着实让人心寒 只能说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有的人能为了保护别人牺牲自己 但也有的人忘恩负义在背后捅刀 人品差距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披荆斩棘问题 哥哥群像抱团几人 自我专制 死赖着不走 披荆斩棘的哥哥目前已经播出了五期 五期的节目 哥哥们的路人员也开始有了变化 有的哥哥路人员越来越好 有几位哥哥则在节目中 暴露出了一些自身的问题 一 GI周延 抱团 周延这两年是热门人物 话题不断 登上披荆斩棘的哥哥之后 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他先是因为在节目里 找陈小春的事情引起争议 当时他称 自己感觉林小峰 当着布瑞吉的面说 不知道布瑞吉的名字 有点不尊重人 还直言布瑞吉是自己的兄弟 网友们纷纷吐槽GI的做法 称他太把自己当回事 还有网友称 他是在拿所谓的江湖道义 来树立自己的人设 在上期节目中 GI又被质疑抱团几人 在转会环节中 GI部落需要选出一位成员转会 在这个转会选出的人 要被其他几个安全部落选择 选上整个部落都安全 选不上危险部落就要走人 在这个选择过程中 GI的操作很微妙 平常表达欲望胜 形势决断的他 全程只说了轻飘飘的几句话 当瑞奇提出要出去后 他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很明显 就算他自己是最合适 最有胜算的人选 他也不愿意以身犯险 而布瑞吉毕竟和GI关系更好 而布瑞吉和GI是兄弟 两人最终推出了瑞奇转会 GI的这番操作 被谭慕网友疯狂吐槽 称他心口不一 更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就是抱团呗 林志炫以自我为中心 专制 披荆斩棘中第一次开司 就是由林志炫引起的 在前期 林志炫和李云迪 拉上刘佳 李响两位舞蹈演员 四个人组队 作为队长的林志炫 直接安排了队友 让刘佳和李响纯跳舞 李云迪弹琴 自己唱歌 但刘佳和李响 并不同意林志炫的安排 两个人中性格比较强的李响 直接表达自己想唱歌 但却被林志炫用自曝极短 堵了回去 双方僵持不下 最后李响直接 以上厕所的名义离开了 当晚李响跟同宿舍的海拳 谈到此事 海拳都有些惊讶了 大大眼睛里全是疑惑 林志炫的这个安排法 的确有点异乎常人 这期节目播出以后 林志炫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 网友称 林志炫不适合这个节目 有吐槽林志炫 剥夺别人唱歌的权利 太自我的 还有网友总结 林志炫比较自我 而和其他几位 愿意听对有意见的队长相比 林志炫当队长 还有点专制 三 敖犬 查理查气 人气倒数第一 还死赖着不走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陈晓云的查气操作 被罢惨了 没想到 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中 有位哥哥竟然被冠上了 南版陈晓云的称号 这位哥哥就是敖犬 能得到这个称号 是因为上期分词的环节 敖犬一番查气操作 刚开始他自告分涌 跟老师申请唱副歌部分 老师当时就善意提醒 这部分的音比较高 能驾驭 他唱这段可能会有问题 但敖犬依旧坚持 自信地称只要熟悉了 自己就能唱 后面发现自己 的确驾驭不了这一段之后 敖犬又去找其他哥哥调换 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 一向温温尔雅的严程序 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当面表示这样做不太合适 毕竟人家别的哥哥都已经练习好久了 没想到敖犬直接脾气上头 怼了严程序之后 转头就走 留下其他哥哥原地凌乱 敖犬这番操作被网友们骂惨了 路人员也跌了不少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刚因为换词的事情 备受争议 这一期 敖犬淘汰环节的操作又被骂了 这期节目 敖犬队是倒数第一 要自行商议选出三个人淘汰 在此之前 已经公布了观众的个人喜爱度排名 敖犬是倒数第一 按理说 有点自知之明 有点担当的人 都会自己提出离开 但敖犬却全程装死 在别的队友提出要离开的时候 敖犬也不说话 最终 陈辉 刘端端 欧阳静 自己站出来了 也决定好这三位离开了 敖犬才开始说话 大哭 敖犬的表现很明显 就是想死赖着不走